我今天是来骂人的 请观看的朋友做好心理准备 前几天我发了一篇 发现有一家巴基斯坦酒店 悬挂中国国旗挂反了的事情 我要求把它挣过来 大部分朋友的评论都是非常正能量的 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不少人 在那个地方乌言慧语 我这几天一直在山里 信号也不好 今天出来了 看到这些评论让我特别的气愤 我今天想说 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 维护自己国家国旗的尊严 你要来喷 我认为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你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也不会爱你自己的国家 祖国就像每个人的母亲 每个人的母亲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缺点 就像我妈就比较唠叨 但是她并不妨碍我爱我的母亲 你要是只会放大母亲的缺点 拼命掩盖母亲的优点 我觉得你他妈连个人都算不上 不爱自己的祖国就是不忠 不爱自己的母亲就是不孝 如果你说你爱你的祖国 你爱你的母亲 但是不允许别人爱自己的祖国和母亲 那你他妈的就是不仁不义 一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家伙 你他妈有什么资格 还说什么肖恩我要取关你 赶紧他妈的蹭着 我粉丝里有你我都觉得恶心 你不取关我我他妈的也要把你拉黑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取关还要来汇报一下 搞得好像我们会在乎你这种垃圾人一样 你这种负能量满满的人 取关我一个 我相信会有一百个正能量的人来关注我 我怕你个大头鬼啊 我肖恩从来没有在视频里 要求大家来评论啊 关注啊转发我的视频 我觉得没必要 我一个拍视频的人 只能用作品来说话 就好像看电视一样 你觉得好看你就多看一会儿 你觉得开心了你就给我点个赞 你要是觉得不好看 你就换个频道 对吧 一切都凭观众的自由 不过今天我希望觉得 我维护自己国家国企尊严这件事情 是做得对的朋友 请你给我点个赞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就是想让那些垃圾人看看 究竟有多少有良知的人 让这些整天怼天怼地 怼空气到处传播负能量的人 让那些人渣知道 邪他妈的永远不能胜正 我很少回复怼我人的那些评论啊 说我丑的人啊 我觉得我认 说我没文化我也认 说我英语烂啊 我甚至觉得非常赞同 我的英语真他妈的烂 我这么烂的英语 我都愿意去指证 犹如我国家的事情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算是个哑巴 我他妈的脸笔划带分根的 我也得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明白了 侮辱我可以 侮辱我的国家就是不行 你英语好 但是你坏了的话 你他妈的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还说什么美国人啊 他的国旗做短裤 做衣服做笔记尼 他们多自由 我告诉你 每个国家文化不同 他们认为把国旗穿在身上 也是一种爱他们国家的表现 但是你让他们倒挂国旗试试 别把没文化当武器 来攻击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还谈自由 我们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尊严 我爱我象征我们中国人的国旗 你还在那里乌言汇语 你他妈那叫自由啊 你那个叫你能自由 别人不能自由 我告诉你啥叫自由 自由就是你想吃食 我们不拦着你 我们自己爱吃啥吃啥 你也别管 那叫自由 你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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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